了解手机政治价不错穿大人种 大家好我是小杨 一个在华向北开公司做20机的箱里面 想了解20手机行情的都关注我吧 今天接到了粉丝的委托 1500的预算帮他找一台旗舰iPhone 最近华向北市场的人慢慢变多了 档口老板摆的机器也变多了 机器的价格也有所下跌 之前观望的兄弟可以准备入手了 XS Max之前1万多 现在跌到1000出头 A12处理器不管是吃鸡王者都能轻松驾驭 重点是6.5英寸的一个屏幕 真的是舒服太多了 后置双摄像头还有长焦镜头随便一拍就是大片 有所的XS Max 64G 现在市场拿货价是1300多 但是凭借着小杨身后的人脉关系 可以不用先负钱 刷脸就可以直接把手机带走 要是脸生档口老板肯定没商量 小白千万别随便来 iPhone 11就是XR的一个升级版 大黑边LCD屏幕 后置虽然说是双摄 但是缺少的长焦问题不大 市场批量拿货是1400 到你们手上差不多是1500的一个价格 如果说你经常打游戏 可以选择A13处理器的iPhone 11 否则我找不到不选旗舰机XS Max的理由 在华小美拿货 想要拿到便宜的价格 最主要的就是熟悉行情 不然很容易被坑 如果说是你们 你们会选择XS Max还是11呢 好了以上就是华小美的最新行情 希望可以加个收藏 点关注不迷路